大家在買電動車的時候 除了考慮到價格 其實更多人會在意的說 我買了一台電動車 也許價格符合我的期待 可是日後 比如說它的電池的大小 還有它充電的問題 充電樁到底足不足 等這些問題 在一個調查機構 它調查了之後發現 其實對於電動車 現在的電動車的車主來說 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 大偉哥 我覺得這調查是蠻有趣的 因為它是針對300位消費者 還有電動車 還有沒有電動車的 消費族群來做調查 他發現說 對這個沒有電動車的 就像開油車的車主 他對續航里程 還有充電樁的關心 他說續航里程夠不夠 充電樁夠不夠 他都會在乎 但是對現任車主都說沒問題 續航里程我覺得沒問題 充電樁好像也不錯 但是我們回過頭 這個調查我為什麼說它很有趣 因為電動車目前在我們市場上 它有七成的比例是特斯拉車主 特斯拉基本上它在充電設施上面 它基本上是這個車廠 特斯拉在充電設施上 它做得很完備 因此在應對 性有的特斯拉車主 他會覺得我沒問題 我家裡沒有充電樁 我也可以到快速充電站來充電 畢竟家裡沒有快速充電 但是我們隨著電動車 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出現到公共電動裝不足 我覺得這就很有意思了 因為你就好像問廠門車 問現任廠門車車主 你覺得這後座有沒有後座重不重要 不重要 其實他自己家裡有力步 你問現任要不要買電動廠門車 他會說我很擔心 會不會坐不能坐人等等的 你這個完全是這個命題 我覺得是有問題在那邊的 消費者當然擔心 現在買電動車的都屬於高價車型 可能家中都有第二部車 我對新有電動車我當然講沒問題 續航里程我不在乎 我家裡還有第二部車可以來應付 但是對許許多多 現在油車的買家他就很在乎 續航里程一定要夠 我屆時家裡要做充電裝 不然以後到外面搶充電站的時候 搶死你了 要排隊 因為國外已經發生這樣的問題了 因此我覺得這個調查 真的是我覺得看起來是蠻有趣的 因為它有很多 玄機tricky的地方在那裡 你問現任的時候 而且我們現在的電動車 完全是集中在特斯拉 近七成的比例 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就有問題了 是 但是以照冠儀 最近就是用電動車來逮捕 我就是想測試說 如果沒有充電裝 我家裡不能裝充電裝 所以我都是必須要去超充 展充 那我大概平均兩個禮拜 甚至於兩個禮拜 多一些的時候去充 然後大概花十幾分鐘的時間 我覺得如果以現在的狀況來說的話 家裡沒有充電裝 可是如果你買的汽車品牌 它是有充電裝 有超充的話 我覺得蠻是可以嘗試的啦 如果你想要嘗鮮的話 當然電動車在外來發展上面 除了各家車廠 朝這個它的外觀 炫不炫 內裝更是所有設計師的畫布 它盡情的揮灑 它該有的這個想像力 而且呢 也未來要朝向 電動車一定要朝向這個 就是綠能的永續發展 上面來做設計啦 那明年 有兩款非常酷炫的 很有未來感的電動車 也即將跟大家見面了是不是 對 因為像剛剛我介紹 I don't need to fly 當然就不能忘記 一樣同期團的Keya 那基本上Keya 它有兩台車 想要介紹給大家 第一個是EV9 那事實上它還是一台 概念車的身分 它在2021年 去年的時候就亮相了 那基本上它是一台 大家從畫面上可以清楚看到 它在七人座的大型的SUV 七人座 七人座 那當然不好意思 因為它其實這邊是六人座 基本上它是三排的座椅 所以它有六人有七人 我估計之後亮相反是這樣 它21年是概念版 基本上它們希望在22年底 就現在應該要正式發表 它看起來有點Delay 有點延後 然後希望是明年可以正式的開賣 那它的間諜車 陸式的車子 測試車也被抓到 基本上外觀線條 就跟現在我們看到的一樣 就很直來直往 然後很壯 那內裝當然現在 這個畫面上面 它是比較偏向概念的感覺 但我覺得它有一個設計的理念 我覺得非常值得提出來 就是它現在概念的車是六人座 222的規劃 那我只要一個快捷鍵按下去的時候 它有各種模式的座椅的 行徑的變化 比如說會議模式 這時候前面兩張前座就轉過來 轉越來80度向後 第二排兩張椅子 是整個椅背傾倒 變一個小桌子 然後再加上後面第三排兩張 你可以變成一個車內 就瞬間是一個四人座的會議的空間 你再加上車內一定有V2L的功能 泡個咖啡什麼的 這東西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實用 我會用實用來形容 因為接下來的電動車 或是車輛的發展 一定會越來越講究 所謂車內的享受 你在移動過程中 你可以提供怎樣的一個 溫馨貼心的感覺之外 停下來充電也好 停下來去 在車內的時候 我可以做出怎樣的一個 空間規劃使用的方向 所以這東西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很期待這台車EV19 在明年就會正式量產 那希望能夠快速的導入國內 另外一台是這個EV6的GT 那剛剛是EV19像EV6GT 台灣有EV6GT-Line 然後現在要介紹的是EV6的GT 少個Line 其實差很多 就像AMG跟AMG-Line一樣 是 一個是外觀 一個是骨子裡 結果是GT EV6GT的高性能版本 它基本上馬力有585匹 扭力有將近75匹 比這一台Audi S8要 這個靠邊 571 先靠邊一下 OK 它就標準高性能化的設定 0到100只要3.5秒 這很顯然的 EV6在這個所謂的 先備車的設定之下 可以提供很好的空間使用之外 當我去放入一個很強大的馬達 雙馬達前後都有隔一個 四輪傳動的時候 它還是可以變成一個 很高性能的電動車 這也是讓人要聽得非常的 期待跟希望想要開開看 看一下Tia做出來的高性能電動車 到底會有多厲害 大家最近有沒有看非常好的電影 阿凡打水之道 這長達3個小時的這樣的電影 影迷們看了真的直呼過癮 尤其又再次的讚嘆這個導演 詹姆斯卡麥隆 因為他的這個導戲的功力 真的非常厲害 大家知道嗎 詹姆斯卡麥隆導演 他還有另外一個設計的天分 竟然斜槓起來設計電動車 對 其實這一台 就是由這個賓士推出的 這個Vision AVTR 這個AVTR的意思就是Avanda 就是這個阿凡打的縮寫 對 那這台車其實就是 由導演詹姆斯卡麥隆 與賓士的設計團隊 共同開發去設計的 那其實這台車 就是去年也有來過台灣做展示 為什麼去年就展示 可是電影今年還上映呢 其實因為就是疫情的關係 其實電影原本就早就應該要上映了 可是這台車就是領先電影部 就是先推出來了 那這台車其實那時候我現場看到 也是覺得說真的是相當讚嘆 尤其說他這個車上 他有這種就是仿生靈片的設計 其實他這個仿生靈片 它其實是太陽能板 那我們可以就是想像一下 因為像這個Avanda 它的電影的場景是在外星球 外星球你也不可能說 到處去找到充電樁 所以它這個仿生靈 對 仿生靈片的用途就是太陽能板 它利用太陽能去轉換成電能 而且它這台車其實它就是據說 它的電量有到110度那麼多 對 而且我們就想說 就是因為是科幻電影 我們就要有這種天馬行空的想像 想像說未來這種太陽能 就可以把這個電力 就是快速的轉換成車子的能源 就是不像說現在太陽能板的效率 還沒那麼快 可是我覺得這個未來 一定是會實現的 那另外呢 還有這台車呢 它就是還有這種四輪轉向 四輪轉向 而且還可以